安迪哥稍等不好意思 ok 录制了 我没录制 有什么抱歉 对大家可以有中途碰见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打断 然后可以我们可以就某个点 然后随时进行交流 因为现在其实这个10点的话 其实是一个多空 不是安迪哥 不好意思 就是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 我们轮流介绍一遍 然后咱们开始讲 ok 我的经历很简单 我之前是在美国 我在美国工作学习工作了五年 然后最开始是做那个金融分析师 然后最后去了一个对冲基金里面做那个二级市场 然后后来现在三年前回到深圳了 然后现在在深圳做那个一级市场相关的一个私募股权的一个工作 然后也算是机缘巧合 然后接触了比特币 然后以及后面整个crypto的一个生态 然后现在其实有一点那种主业和副业有点倒置了 我感觉我整个经历完全 80%都被吸引在搞这个crypto这边 然后本身主业相反没有那么多的激情 反正现在搞的就有点挂羊头卖狗肉 然后我的大概的一个经历就是这个样子 好嘞 非常的诱人 我就把你定义为布雕花的唯一中国人 布雕花有一个韩国人 那第二位Domenico老板介绍一下你自己 大家好 我是Domenico 我是16年的年底就进这一圈的 然后之前有参与过挖矿 也参与过17年发项目 然后现在呢就是主要是做一些链上的分析 然后自己也平时玩一些DeFi的项目 然后也跟着这个Angelo老板玩一玩NFT 大致是这样子 好嘞 感谢多美哥老板 多美哥老板您的嗓子可能是不太好 所以一会他先讲 那么廖总 带您介绍一下您的几个 大家好 我其实是B群小白 我之前是在美国 然后现在在瑞士 我本职工作是做碳中和这一块的 是做咨询的 然后我是应该是18年左右最先开始买币 然后后面我就把我的钱包忘了 然后直到2020年底 然后当时后面又把钱包找回来了 然后里面还发现还有点钱 然后我就从哪里开始 然后遇到DeFi的DeFi就买了AVG 然后开始接触到这个叫NFT 然后就买了猴子 然后就开始去年 对 就赶上了这个NFT的大牛市 然后也是遇到一个币券大牛市 所以说现在的话对这个领域就花的时间就越来越多 对 好嘞 一点点钱 你就是那个有几十个比特币 然后找回来一点点钱的 就是你要的非常的这个 不是 不是 没有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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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真的是找到了 就里面我当时找回来的时候里面 真的只有只有很少的钱 然后就所以我完币圈和NFT 是自己可以说是从那个丢失的钱包里面 然后开始买了 好嘞 好嘞 感谢 感谢介绍 那真主阿伯也进来了 感谢这个来赶着参与的会议 那你介绍一下自己 尤其那个石头的经验必须要介绍 我跟真主很熟了 那个反正大家好嘛 就是今天反正也第一次就是怎么说呢 人多一点参加这个会议啊 然后专门从专门跑回来了 就是我简单介绍一下吧 就是我之前 我们那个海报上介绍 就是叫什么 做这个JPJ 这个All in JPJ一周年啊 大概差不多是一周年这样子 就是我应该是去年 我想想 应该在11月2月份吧 11月2月份 那个2020年11月2月份 当时哪天不知道什么 刷到了一个新闻还是啥的 看到了这个朋克 然后我当时研究了一下 大概一周左右吧 然后就买了一个 当时觉得挺神奇的 然后后来的话 反正也就应该是过年 就接着紧接第二年过年嘛 然后当时也是一波 有出现一个好像是一个VC吧 好像扫了一波地板 大概搞到十几个一台航的时候 当时买了第二个 然后后面就没买了 然后上的太快 确实不好买 然后的话 其他的好像也没啥 然后平时现在的话 基本上都是各种都做吧 然后主要还是一些那种 我比较喜欢做那种便宜点的 那种NFT吧 然后时间拿久一点的 基本上做长线 不做短线这种 然后实际的经验 就到时候聊的时候再说吧 行行行 那非常的OK 我今天也是看了这个链上的数据 钱包地址 也跟这个Domexico老板学习了 我学习非常慢 学的非常简单的分析的方法 那这段时间你们在交流这个大盘 尤其是IFT的走向 就我个人认为 IFT还是要跟这个IFT走的 所以我觉得 要讲讲大盘的各个的观点 大家要在上面交流一下 那么我们就请Domexico老板来先讲 你的嗓子不好 他少讲多听 好吗 请开始 好的 那我需要跟大家共享一下屏幕 因为这次这个分享 我是专门准备了一些资料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好的 这个你能看到吗 很精确 非常 好嘞 那是这样子 那我今天呢 就主要是列举以下的四个观点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我认为呢 就是加息呢 是影响比特币价格的其中一个因素 这个因素呢 它也根据比特币的减半的 这个内生周期 也是有一个相互作用的 那也就说呢 我们现在来看的话 其实就是连续加息 从历史的数据上来看 对BTC的影响较大 但是这个所谓的加息的预期呢 对于BTC的这个长期的这个走向呢 可能并不一定是一个悲观的走向 那么我这边呢 有一个准备了一个图 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看清楚 给大家放大一下 OK 非常清楚 对 那实际上呢 是这样子的 我们来看啊 就是说BTC呢 它是 它这个数据呢 是从2010年一直到今天 今天的数据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 我们在2013年到2014年的时候 出现了一次双高峰的这个牛市啊 这次的牛市呢 其实它的这个第一次啊 就大家看到这边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肩呢 其实是之前大家应该知道 这个塞浦路斯嘛 这些情况对吧 然后塞浦路斯开始对富人征税 那大量的人呢 就开始通过比特币的方式来避税 对吧 来来把它资产转移 那么 那么这个这个就大量的人 也开始使用交易所啊 那那个时候交易所叫Metgox 就MentalGo啊 那那MentalGo那个时候 它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啊 就比较初级的一个交易所 那么有大量的用户啊 就是激增啊 进行交易 那造成了他这个当机 然后当机之后呢 那没没办法 没办法提供流动性 挂单就挂都挂不上去 然后就市场就一下暴跌 导致恐慌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13年 就有一波大幅的下跌啊 然后随之到后面的话 我们又迎来了一次 到年底又迎来了一次上涨 那这块呢 就是我们是从2014年啊 2014年来看啊 就到今天我们来看整个加息 对于这个BTC的影响 首先呢 在聊加息之前啊 大家需要明确两个概念 第一个叫什么 什么叫Tapper 对吧 什么叫加息 其实这这一块呢 简单来说 Tapper呢 实际上它是加息之前的一个 一个流动性缩紧的一个 一个情况啊 就是我们可以叫它叫Tapper 可以整体来理解为为加息 但是美联储已经开始就是 也就说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减少 这个购债的这个规模啊 那么Tapper实际上 就可以理解为加息的一个预设啊 然后呢 真正的加息呢 就是上调啊 我们所谓的上调利率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从2014年的这个1月份啊 就是这个我们看到 美国宣布Tapper开始 然后到了2015年的这个 到了2014年的10月份 这个Tapper结束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波BTC 实际上是迎来了一次 价格的整体的下挫 而且是一个长达啊 长达10个月的一个价格的下跌 那么我们在从2014年的10月份 再往后看 实际上就迎来了进一步的下跌 那么从2016年开始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个时间 其实是美联储是没有加息的啊 那我们在2016年看到这个 2015年啊 2015年的这个12月份 也就2016年快到的这个时候啊 美联储宣布加息 那这个时候是0.25到0.25 那我们这个时候看到 我们时隔应该是时隔 这个将近 将近你看一下16年 16年对吧 到17年的3月15号 还有应该是这个叫16年的12月 还有17年的3月15号 临来陆续的加息 然后到了2017年6月15号 对吧 到了2017年我们所说的 风牛的这个牛顶啊 也是在加息的过程中 所以呢 就是大家如果是就是说 如果是听这个各种 KOL或者是自媒体讲到的 就是说哎 好像加息一定是会 会把这个市场搞崩掉 我觉得呢 它不完全对啊 就是我的观点是 就是说密集的加息 那会导致导致BTC的价格下跌 那这个确实是整个的宏观的钱 确实是变少了嘛 那么在加息的 这个前半段的时间呢 它不一定会造成这个 造成这个BTC的这个 大周期内的这个下跌 所以呢 就是我们 我们判断呢 就是说目前我们所处在的一个周期 应该叫一个TAPER的周期 对吧 那就是上一年11月4号的时候 那么这个我们其实是可以看到 TAPER的信息的 那目前就是在一个加息的 一个预热的阶段 那么预热阶段 我们其实已经可以看到 之后有一波上扬 大家也看到2014年宣布TAPER 1月份 其实在后面的一个月 一个多月中我们也看到了BTC价格 出现了上涨 但是呢 这波上涨实际上到后面 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下跌啊 那那那这一块的话 其实我们来类比 2014年克州球剑的 这种方式去看的话 那那这个这个形态方面 是是有点类似的 但是这个不能下定论 那么现在看这张图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就是连续性的加息 我们可以看到 从17年12月14日到18年的12月19日 一共经历了五次的加息 比特币当时直接就迎来了一个低点 然后以太坊 我记得非常清楚 在2018年的11月 还是12月份的时候 跌到了人民币六七百块钱 就那个时候 其实市场上一片哀鸿遍野 就是我们可以发现 从18年的年底之后到19年 市面上各种各样的会议啊 什么峰会啊 基本上是没有人去的 然后我们也会看到 这个加密投资机构 基本上是在破产的边缘啊 很多加密投资机构 解散媒体关门 然后呢 这个会议无人参加 而是非常惨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断定 就是加息对于比特币的影响 是比较大的 而且这个加息的周期 又叠加了比特币内生的一个泡沫 泡沫的这个破灭的周期啊 OK 然后这是我的第一个这个 就是第一个结论啊 也是我的一个观点 就是现在呢 我们所处在一个tapper的一个阶段 那么热点的项目 我们觉得类比18年的话 那是可以追的 还是有一些赚钱的机会的 但是呢 我们我们做一个假设啊 就是说如果BDC还能突破前高啊 进入到一个风牛 就像2017年的12月份的话呢 那我个人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 应该是在美联储宣布完加息 而且加息在推进的过程中的 一个早期阶段 也就是说一个前半段的时间 也就是说是在在tapper到这个阶段啊 这个阶段 中间的这个阶段啊 那可能会出现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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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风牛 就是所以这个跟大家的 就是的想法可能不太一样啊 就因为加息可能就完蛋了 可能加息啊 加息自己他会有预期会暴跌啊 会跌一跌 但是可能新高会在加息的这个时期出现 OK那第二个呢 就是这是我的个人的一个判断 就是说从10年到21年的话呢 比特币他经历了一个长达12年的一个单边上涨 那这个单边上涨是 是看起来是非常变态的 他跑赢了这十多年 很多基本上是所有的这个投资标的 那么那么这里面我们要有几个 就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就是第一个 就是这十几年 那参与加密货币投资的 这些投资者也好 还是行业从业者也好 那么他们的普遍情况呢 是没有经历过这个08年 次贷危机的完整周期 我指的不是说08年发生危机之后 然后你经历 我指的是从97年亚洲金融危机 到零几年初的 就是互联网泡沫破灭 然后美国开始去做整个的一个流动性宽松 那么到08年对吧 的次贷危机 我指的是长达这个十几年 甚至20年的一个周期 这个是我们从业者和投资者 其实是没有经历过的 所以呢 再加上就是说疫情和整个的货币金融 体系的一些问题啊 那么其实我们 我们现在所处在的是一个 怎么讲呢 是可能是历史性的一个十字路口 就是说这个十字路口 实际上你让我去断定本次的逃顶 在什么点位 或者是牛到底是结束还是没结束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判断的 这是比最难 就从它诞生到现在 最难的一次这个行情的判断 因为它叠加了内外的因素 确实是太多了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 实际上是一个危机并存的一个时期 那么就我个人来讲的话呢 就是交易的策略呢 就是在与未来的自己做交易 这个就 就是有一点哲学性在里面 就是你未来这几年 你想做什么 对吧 你是想 你是想在行业里面一个突破 资产有一个指数性的提高 还是想安安稳稳的这个 对吧 这一波赚一些钱 回去组建一个家庭 这个实际上 你的风险来自于你 未来你对于你的预期 实际上现在无论你是all in 还是你去 你去这个把它全换成优 然后出金 对吧 离开这个市场 那实际上 这个决定是在你们 在与自己去做交易的 因为现在是历史的十字路口 没有人能断定出来 未来会怎样 是非常复杂的 那么你的交易的决定 是在跟你的未来做交易 那这个是我跟大家讲的一点 就是如果你看好以太坊的未来 比如说以太坊会突破两万美金 那么你也能深知以太坊 它内部的一个机理 造成它长期的一个上涨 你如果很独的懂以太坊 独的懂BTC的话 那我建议现在就不要动 你也不要走 你要给自己一个充分的力 那你要现在觉得 我这波已经赚够钱了 知足知止 那你现在就走 所以这个源自于你对未来的一个预期 任何市场左右不了你 只有你能左右得了你自己 所以等于现在的交易策略 就是在跟未来的你在进行一个交易 OK 下来就是说 我平常也会看一些链上的指标 但是今天这个分享 就是时间的原因 那么我这边呢 我会跟大家讲一个链上的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指标 也代表着平时我会使用各类指标分析的一个原则 那这个指标叫realize the cap hold waves 那么我把这个图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指标翻译过来 其实就是一个就是holder 就holder持有者的他们的一个波动 那么这个指标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首先呢 它是一个就是比特币以实现价格 在不同的这个持币地址的 对它的这个价格的贡献的占比 也可以指占比的权重 那比如说今天的比特币是一个价格 那这个价格的贡献是来自于 两到三年的持币者 还是一到两年的持币者 那这个贡献的价格的这个计算方式呢 是由这个比特币的以实现市值 然后除以它的总供应量 这个就可以得到以实现价格 然后我们再通过链上的这个地址的持币的B0 这样去去算出来一个比例 就可以算出哎 你这个持币者是这个这个B0有多长 那么对目前的以实现价格的贡献的占比的比重是多少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这个我来选择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橘黄色啊 这个橘黄色就是我来选择的是 就是这个指标比较有参考价值的是 三到六个月的这个持币者 对于整个整个市场的一个影响 那么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这个三到六个月的这个持币者 在这个整个对比特币价格贡献所占的比重的高低 那么为什么选择三到六个月呢 原因是因为我在看这张图的时候 三到六个月 它的整个波动的形态 与整体的行情表现的形态成正相关性 那么就它的参考的价值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呢 就是在做链上分析的时候呢 我们不能以一个指标作为参考的依据 我们自身呢会建立一个walking bench 然后就在这里面会列举十个以上的指标 那么当大多数指标显示已经是过热 或者是或者是一个市场过冷的情况的话 我们就会采取就卖出或者买入的这样的一个策略 OK 那么我们来看啊 就是说啊这个图怎么看呢 就是我们可以这样 就是它是看这个占的比例的多少 比如啊 我们我们把这个图啊 我给你演示一下 这个图我点击 然后呢 我们来看啊 就是呃 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阴影的这边 就是阴影这边 你看这个我所结的这个黄色啊 比如说呃 这样可能演示起来不是很好 我换一种方式 就比如说啊 我在这边去画一条线 对吧 然后呢 同时呢 我再去在这边画一条线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两条线的长度不一样 对吧 那两条线的长度不一样 那也就是说越长的线占这个百分之百 就是百分之百是包括上面所有的持地地址 就是它所占的比例 那越长就证明这个时间段 它对呃这个比特币当前价格的贡献的比例就越高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目前从形态上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是在呃 是在经历一个所谓的平行下行的一个一个通道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现在我们所处的也是一个 就是说我们这个三到六个月的持币地址的比例 在这个呃在对比特币价格贡献的过程中是一个呃 是一个呃是一个呃就是在在这个比例在不断的增高啊 这个不断的在增高啊 然后呢我们去看二零呃二零一四年到二零一一五年的这个过程啊 尤其是大家去看这一块啊 就是二零一四年这个这个阶段到二零一五年的这个阶段 我们去看啊这个这个线这个所占的比例 它一直是在呃在提高啊一直是在提高啊 那么我们也看一下上一次的这个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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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市的话呢 它也是啊在在呃在不断的提高对吧 这个比例看最夸张的一次看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这个是不断的在提高的啊 呃这这块的数据呢就是呃 呃如果是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来理解的话呢 就是呃说白了就是高位啊 那么有有一部分人接盘了 那他持币地址三到六个月 那这一部分人可能是这波牛市或者是在FOMO情绪的这个市场下 大多数人选择买入比特币对吧 那持有比特币 那每一次牛熊的更替亏的最惨的是哪些人呢 也就是这三到六个月的持币地址的比例在不断的增加 那这些人就也就说最近的三到六个月买比特币的啊 进入市场 可能会他的这个比例对于比特币价格的贡献提高 那就代表着市场已经是有很多的散户在接盘了 没有新来新进来的资金在拖这个市场的底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那牛熊做这个做更替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比例中间他迎来了一个就是从大到小 然后再进行收敛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其实已经看到在上一波的顶的时候就有一个快速的收敛的过程 那么第二次突破顶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是三到六个月的持币地址对于比特币的价格的贡献比例的提升速度非常非常之快 那么如果这个如果这个比例再继续扩大的话 那那市场上面可能会类似于一个我们来看这个阶段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个小的横盘 那横盘已经经过一个暴跌 那么经过这个暴跌之后呢 会出现一个我们就叫weak hands 就是三到六个月他们叫weak hands 就弱手帮 那么臀臂的人这个长期做定投的人我们叫strong hands 那weak hands在这里面就已经认输了 认输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三到六个月 在这个市场出现的人数会越来越少 然后呢直至就是这个比例去降到很低 然后再经历下一轮牛市去扩张 OK这个就是我们做链上分析的时候呢 其中的一个指标 那么这个指标呢告诉大家的意思就是说 市场上一定是少部分人获利 那么如果说是大家在这个阶段都赚钱 很简单那就是我们尝试性的问题 到底是谁亏钱 那如果是按这种方式去看的 按hold the waves去看的话呢 也就是说市场上亏钱的人主要是三到六个月的 BTC的持币地址 我们也可以延展到整个宏观市场 就是在三到六个月进入市场的这些人 他可能是本次牛市中亏损最为严重的一波 一波这个用户啊 OK那么这是我们我的一个分析的一个指标 那么下来一个是呃是我对本次就是牛熊的一个整体市场的一个判断 因为我是从2016年进入呃进入这个加密货币市场的 那么那个时候呢从从挖矿啊到四川部署矿机 然后到整个看国产的四大天王级项目啊 对吧宫链崛起啊造福神话 那么呃到到之后的一个呃退潮期泡沫破裂啊 啊那那么我呢我我只想把我的经验告诉大家 就是说每次的牛熊的过程呢 他实际上都不同的 但是结果是相同的 那么这个结果就是人永远不会吸取历史的教训 就是你怎么去归零的怎么完蛋的 每次其实回看历史大家都知道 但是当你处在这个历史的推进过程中 往往你是不知道的 那么上一次的话呢 主要是复制ICO的造福神话 那这个ICO指的是比如说我在呃 17年很早的时候我投了 我参与了以太坊的募集对吧 那时候一美金 那么我参与了国产公链的呃这个ICO对吧 那那已经是上百倍上千倍的一个 一个不管是你是通过私募还是公募进来的 都是有造福神话 然后这些赚到钱的人 那他会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人呢对吧 他去开矿场啊对吧 然后他是他是大矿工 然后呢这个这个让别人去买他的矿机去割韭菜 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 也是在这波赚到钱的 他有了钱他组建自己的团队 那么他去发项目那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第二波ICO热潮 那么从呃到了17年的12月份 BTC达到历史新高之后 进入1月份到2月份 18年的1月份到2月份的时候 实际上也有非常非常多的ICO的项目啊 我们可以经常说上天入地的链啊 比如说太空链对吧归零了 然后入地最深的叫海洋链对吧 呃归零了 那么呃就是上一波呢就是大家在知道有ICO造富的历史的时候呢 就要复制ICO造富的神话 那最终的结果是大量的人涌入ICO 然后ICO归零所有散户全部完蛋啊 机构也全部完蛋 然后这一次呢呃我的观点是我们这一次在复制EVM上面的 DeFi的造富神话啊就是DeFi之下包括YFI YFII对吧 包括Compound MakerDAO还有我们所说的Uni这样的一个 一个造富神话 那么其他的公链纷纷纷的仿仿照EVM的底层 那么最终的结果呢就是其他的公链 无论是在用户基础上还是在他的开发者的活跃度上 其实都不能跟以太坊对比 那么BSC可能还有一定的竞争力 但是BSC的问题在于以太坊是一个用以太坊来来支持生态的 他不与中心化挂钩 那么BSC的问题在于就是BSC的生态的生态的支持的这个代币呢 他实际上是BNB 那BNB源自于一个中心化的交易所 那么也就是说呢人是有是有是自私的啊 人都会为自己的利益做出最大的努力 那这个中间就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你用中心化的B去做去中心化的事情 就相当于用一个不符合自己特点的东西 隔自己的命 那么我们认为呢就是说 这种类以太坊 重复以太坊造福神话的故事 会在这一波熊世纪中的归零 所以呢这个 这个就是我对我对这个牛熊上一次牛熊和这次牛熊切换的一个一个预判啊 但是呢就是谈到这块的话 就是对对大家的一个 就是一个一个我的经验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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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出 主要就是说现在我们也不确定啊牛熊 是否已经在切换 但是呢啊就是热点是可以继续玩的 如果你想啊未来实现财富自由 那你一定是有一个说服自己去看懂行业的一个理由 那么这个理由可以长期的让你拿住某一个币 那这个我们相信以太坊 相信BTC对吧 那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去就去拿住它 那么如果你觉得这波赚到钱已经赚到很多了 那那知足知己就是拿出来一部分钱OTC出金 买买房子买买车子或组建一个家庭 那留一少部分的钱去去去去去穿越牛熊 保证真的有熊市的到来还能抄到底 而不至于自己的流动性先先完蛋 对吧啊 就这个是这个是我分享的东西 OK好谢谢大家 非常非常非常感谢Dominico 准备了非常完善的这个PPT啊 为这个咱们的圈友们 一个人也讲了四个分钟 非常的非常的感谢 因为他现在嗓子不是很少 那OK 那我们请下一位 那Andy您讲一讲 好呀 感觉在Dominic大神的方面讲 因为压力有点大 所以很想和他一起 我先 因为现在就像Dominic刚才说的 其实现在是一个多军和空军互到傻逼的一个时刻 其实现在形态很纠结 然后但自身利益相关 我是一个多头 但是感觉这个时候多头发话 总是感觉有一点压力很大 然后感觉处处寒打的样子 我先说一下我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经历吧 然后我怎么加入币圈然后然后中间的一些一些大的一些操作 我是17年上一波流失的顶点加入了币圈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美国上学还没有毕业 然后我跟我女朋友一看BTC怎么长得这么凶 当时是一万五还没有真正迈向一万 真迈向接近两万的高点吧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BTC 然后我女朋友就买了一个BCH 我就说你怎么长得比我更多 然后感觉当时的情形就像极了 现在我错过了杰仁熊 然后去追赶那个惯西心脏也 反正 但是呢当时随着那一波 当时其实什么都不懂 然后随着那个泡沫破领 然后我就没太管他了 然后18年熊市跌得很惨 我记得我当时18年5月份去面试高盛的时候 因为我当时也刚好在美国求职嘛 然后我面试高盛的时候 然后高盛因为我想了解这个公司的信息嘛 然后我发现高盛说他要推出比特币的一个期货平台 然后接着在那个不久一两个月以后 因为那个JP Morgan的那个老板叫Jim 然后那个人一直是一个 之前一直不看好比特币的 然后后来他也流转了自己对比特币的一个态度 然后我就发现这个很有意思啊 感觉怎么这个东西慢慢的进入了一个主流机构的眼中 然后我就觉得从那一刻我就开始去研究这个东西 我感觉不像是一个单纯用一个泡沫去概括的一件事情 然后后来18年回国之后 然后当时19年吧 然后我身边的朋友 然后他们去挖矿 他们说 然后挖矿的话慢慢就学到了很多 比如说比特币的关于比特币的挖矿机制啊 包括他的每四年减半一次啊 然后那个实际也选的比较好的 我是19年年末12月份开始入场的 然后那个时候价格很低 然后矿机成本也不太高 然后一直加仓加到20年的5月份正式减半 然后我当时买了一大批T17 但是那个机器不太行啊 然后后来又补了一部分S31 反正当时就觉得挖矿很稳 因为从之前的一些朋友的那个接触工也知道了说 挖矿它本质上是一个比较顺人性的事情 因为一般来说 币价很难去跌破那个挖矿的一个关机价 挖矿的成本 对对对对 很难达到 就是历史上达得微两次吧 但是在这种非常极端的情况下 所以说随着比特币 它整体是一个长流的一个趋势 然后故事中间的波动的话 矿工你大概率是赚钱的 因为它顺人性 你不会想着在很低点的时候去割肉 然后高点的时候去卖掉 你大部分你就把它放着 因为鸡每天都可以生蛋了 对吧 然后慢慢的在20年 我感觉 然后后来又接触了那个整体 已经看到了主流市场对加密货币的一个圈子的一个拥抱吧 然后从一开始灰度在你那那20年的年末疯狂的买币 然后到特斯拉开始说他要买比特币 然后再到PayPal说他也要买比特币 然后然后又出现了一个叫MicroStrategy的人 他就一天干嘛啥事都不干 他就只买币 然后他是自身的主营业务的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 他其实就是一个美股市场上一个腾币机构 然后慢慢的又出现了一个NFT又火了 是吧 后来又元宇宙 后来又Web3 然后最后在69.9的高点的时候出现了比特币的期货 所以这个消息的颁布差不多 然后这一段跌下来 然后我的整体的感觉是 其实我们从过往一直往现在来看 比特币的一个 其实它的市占比整体是一个下降的趋势 就是哪怕现在我们无论说熊市也好牛市也罢 其实我们的举步热点是很多的 然后现在的熊市跟原来不一样的是什么 原来大家只能在那里挨探嘛 然后啥也干不了 然后只能够要么割肉要么很惨 然后再等死 但是现在的熊市可以做很多举步热点的事情 比如说NFT啊像现阶段的 所以说相当于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发现 这个事情可以当做一个你长期从事的一个兴趣来干 而不是一个简简的说 我靠这个赚个钱 然后去做个兼职之类的 就不是仅仅是一个投资 我觉得它某种意义上改变了 包括我这一类人 整个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吧 然后我觉得20年是加密货币圈的一个转折点 就是它从一个 我那么主流的一个小众市场 慢慢的被主流机构所接受 并且我觉得这个趋势是长期来看 它是不肯逆转的 然后我因为我挖矿我很曲折 我一开始在国内挖 然后后来我朋友把我带到那个去伊朗挖矿 然后我是真正的是觉得比特币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我当时在伊朗挖矿的时候 我发现我们当时 我这个有海外留学经验人都知道 就是我们在国内去玩 去往海外去转账的时候 我们要做那个Wire Payment 那个其实你要输一个叫Swift Code的一个东西 就类似于银行之间的一个银行系统一个识别码 对吧 然后我们生活的国家 你像中国美国 其实大家都有这样的银行服务可以用 比如说我转一个账过去 我可能还是收得到的是吧 只不过时间长一点 然后Wire Payment的那个手机费会贵很多 就可能要达了一百多道 但是我去伊朗我发现 像这种中文国家 他们完全是没有银行系统的 就是由于他们被银行 被美国制裁 所以说他们的当地的银行系统 就基本上点于零 然后当地的一个货币 也一年差不多贬值百分之五十 所以说哪怕他们拿着 比特币这样高风险高波动的资产 也比拿他本国的货币要好 而且他最起码可以在支付端 他是可以及时到账的 所以说其实像比特币 给了很多第三世界国家 以及很多类似于比较账量的国家 的一些真正的提供了一些比较 我觉得是更优于银行的 一个金融服务系统 所以某种意义上 是我觉得它是有价值的 而且我们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 太优越的 太稳定的一个政治环境中 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这一点 但是你如果去出去看一下 你发现这个东西是有用的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 比特币还是很棒的一个东西 然后慢慢也觉得说 其实后来接触了Define 然后我也赶上了那一波 去年的前年 前年那波Define的热潮 然后也挖了收益还可以 然后我慢慢的发现 其实Define它其实给很多 它其实提供了很多 一个很刚性的一个解决需求 就是当去金融化交易所 大家觉得对它不放心的时候 比如说我想 对吧 我不想在中金融化交易所去卖 因为像原来的门头勾事件 其实中金融化交易所它有风险了 然后我可以在链上 直接通过去中金融化交易所去买卖 然后包括 现在如果你去看主流的美国的一些 比如说养老金和一些大型的基金 其实他们对收益率的要求很低 如果你去问那些对送基金的一些掌门人 其实他们是很想把钱 就放在Define的那个 比如说Compound Compound现在可能收益率低了 像类似于Compax这种 我就放在里面 我一年可能我就八九位的利率 我就已经非常爽了 比如我放在我美国的那什么 Saving Account里面什么1%都不到的利率 它简直是领先太多了 这就是一个很刚性的需求 但是由于现在监管的一个原因 以及它的一个通道的原因 它现在资金进不来 但是你能感觉到 传统的金融市场 对整个一个加密货币的一个拥抱 是一个跑步入场的一个趋势 因为很实在的道理 就是我知道这部分是能合约 其实像Compound 像Compound 像Sucy 像Cliuswap这种 其实已经被无数个人认证过的 合约了 其实它理论上来讲 其实没什么风险的 大家也都知道这个事情 但是你机构就是不能做这个事情 因为种种的限制 对 但其实大家能做 大家都愿意去做 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实在的 一个利率的一个差异 你在这里可以 一年可以 你的利率可以有五六一个点 你在银行里面 你还是负的 你连通胀都改不上 通胀每年都有7% 现在 所以它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需求 它不是一个伪需求 然后我是想通过这两个 我的一个感觉 我是觉得 其实像比特币 以及以太坊 它是有价值的 而且如果我们把这个目光 放到主播场面 其实短期的波动 其实可以 可以不去计较太多的 只要你认可这个事情 然后包括在 包括在那个 这一次的大跌 如果你去看一些 比如说像MathMask 他们它的一个月活 其实它每一个月月活 它还是一个非常快的一个数字 在往上增长 说明大量的用户 在涌入这个圈子 然后大量像圈外的人 他们都是觉得 这个东西越来越出圈 然后从各个局部的地方 知道这个东西 是吧 原来是BTC会 后来知道有开放 然后后来 现在又NFT又出圈 然后又元宇宙 其实慢慢的 它是一个 它真的是慢慢的 走向了一个 大众的一个视野 然后 关于目前的一个 行情的一个判断的话 我试图去 去列举的 目前看空和看多的人 两方的观点 然后去 去 摆出了一些 两边的一个 大家的一个观点的 一些支撑性的一些论据 或者一些证实 或者是一些 一些数据吧 然后大家可以 可以客观的看一下这个东西 然后其实你的观念 和结论都无所谓 反正也是做一个分享吧 然后看空的话 其实我刚才也列举了一个 那个利率的 历史的一个美联储 一个加息的一个 一个利率表 就跟刚才那个Dominion 和老兄一样的 我那个图也是一模一样 但我好像没有它 那么细 这一块我就 也就不讲 就是往往的 这个货币政策 其实大家要理解一点 就像刚刚才他说的 就是一定是先收水 先tamp 然后再慢慢再加息 这两者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市场的水变少 第二个才是利率 在往上涨 然后其实这个 这是一个金融市场的 一个比较预期的反应 因为其实美联储 从去年就开始提这个事情 然后今年他已经 已经连续预测说 要加息两到三次了 然后我觉得后市 只有超过这个预期的加息 才可能会带工这个市场 如果不及这个预期的加息 反而是一种利好 而且他刚才那个 Dominic那个老哥 他分享的一个数据里面 我们也看到了 其实2017年 2017年那流市 其实一直也是加息加上去的 其实比特币现在说 虽然说他慢慢的 在被进入一个主流的 金融市场的一个眼中 但是他整体来说 他跟美股已经大中 他整体的一个相关性 不是那么的强 他更多的还是侧动于一个 自身的一个 类似的一个逻辑 然后像如果是加息 让他崩的话 他只是一个 我觉得他不会是一个 他只是一个催化剂 对吧 他不是一个 真正让他崩的原因 真正的崩一定是 我在一个高点的时候 我新入场的资金 跟不上他的一个接盘的人 已经跟不上 他那个账场的速度 然后我就会崩了 然后当时一个非常高的市人 一直跌到跌穿 这是我比较认同的一个 每次流市的一个 毁灭的一个状态 然后第二个观点就是 因为现在很多技术分析 都觉得现在 这个从一个技术形态上 现在已经跌破了 对吧 然后非常的就感觉 就熊市的那种 那个图现都画起来了 但是我们从 因为我一直感觉到 我不是一个很纯技术的一个人 然后我对这方面 其实研究的没那么深 但是从之前 那个519那一波来看 其实技术曲线 它是后期的 就是它是你涨上去 或跌下来的一个结果 它并不是推断出 你是否要往上涨 或向跌的一个理由吧 所以这一块 我觉得大家 辩证的看待这个事情 然后还有第三个一个观点 就是从传统的一个 科学球件的一个角度来说 因为比特币大家都知道 它每四年减半 这是可能挖矿人 会比较清楚一点点 然后从2020年来看 它整体来看 它是一个 币圈的一个熊市周期 是吧 然后这是从科学球件的角度 大家会这么觉得 但我认为 我倾向于认为 整体的流市 其实它随着这个金融市场的 慢慢变成熟 它其实流市是在越来越宽的 它并不一定遵循于原来的 每四年一个大的周期 那么一个概念 然后再看看多吧 看多的一个 就也有一些理由吧 然后看多的话 主要有几种主流的观点 第一种是现在恐慌指数 其实已经连续好多天 好一段日子都是什么15 20了 其实现在的市场情绪都很恐慌 大家都看得到 但是往往恐慌的时候 其实是比较适合家常的 而不是适合 grow的 但是这是一个比较利人性的一个选择 其实大家往往做不到 但是还是希望大家 能够无论怎么样 就是能够克服自己的一个情绪吧 就是如果你真正认可 坚信某个东西 你就按照自己的策略去做就好了 无论你看熊还是看 还是看牛 然后再者还有一个观念就是 大家觉得这一轮的牛市 就假设我们69,000是这一轮的顶点 那69,000的时候其实并没有一种很逮近的感觉 怎么就通俗的讲就是没有一种 山寨和那个山寨起飞的感觉 就其实就是 对对对对 就是感觉就比特币涨了9万9 然后6万9 然后突然就 哎怎么一些 一路点就马上被弄过去了 然后就慢慢就往下跌了 这种感觉不是一个 会导致崩盘的一个 一种人生鼎沸的现象吧 然后第三个原因就是 念上的数据 就是我可能没有 Dominic老哥那个念上数据分析那么专业 我在那个推特上面 我关注了两个分析念上数据 就是分析的比较勤的两个人 一个叫Crypto Chain 一个叫那个FerEx 这两个人 就是可能Crypto Chain整体它的一个观点 它会比较 因为它可能是个多头 所以它可能会流逝的观点会多一点点 然后像FerEx 它可能整体它的一个比较客观一点点 然后从他们两个 就他们大概分 就是做了一个分析 就是他把比特币的持币地址 分为几个类别 就是它的主力 一个叫右金 就比如持币低于10个比特币 再就是那种 我这叫金苗 不好意思 然后在右金 然后是100到1000 然后再是巨金 1000到1万 然后超级巨金 然后1万到10万 或者以及以上 就是 然后他们的就是 念上的一个数据就显示说 其实现在慢慢的 像巨金和超级巨金 都已经在这个价位 已经开始在慢慢的吸筹了 就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反正这一块 就就其实不用在这个点 我觉得过于的恐慌吧 当然他们后续会怎么样 其实这谁也不好 只是从一个面上的一个数据来看 是这么一个形态 然后可能这一点 可能跟刚才多米克老公老公的一个 一个数据的情况看 好像有一点不太一致 是吧 到时候可以再看一看 深度讨论一下 然后呢 因为我个人我是看多的 但我不鼓励大家看多 但是呢 我也在想说 如果万一我错了 那最惨 这个东西会跌到哪里 对吧 我在想这个事情 就是这个风险 我能不能去承受 然后我在想的是 它跌的一个最深的一个位置 我大概从两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吧 我第一个是从一个矿工的角度 就是因为我原来是挖矿的 所以说我大概 就是对挖矿可能比较熟悉一点 就是现在的一个 市场上的一个主力的机型 应该是M31 比较初期的一代机型 这一部分应该占整个算力 大概占到30%到40%吧 像后面的S19啊 或者S32这种 这种比较高端的会少一点点 然后这一部分的主力机型 我把它的功耗和那个能耗比算了一下 就是假如说我举个例子 它假如说我是72T的一个机器的话 我大概我的功率在3300瓦 对吧 它的额定可能在3000瓦 但是你算上一些实际的一些损耗 可能电费 可能它的功率要去到一个3300瓦 然后现在的一个主流的一个挖矿成本 可能现在 我就乐观的估计一下吧 可能在七毛八毛左右 这一块其实市场上面都 都看的比较 其实大家都可以查到的 这是比较公开的一些信息 就是你有挖矿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 然后你用这个去算 现在每天假如是我机器 比特币这部分主流的机器在开机 我的一个电费 占我每天的一个收益的比例 大概是在63%左右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说 我当我每天的 就像挖矿的一个 我不太清楚这里的朋友 有没有人 就是有多少人去挖过矿 就是我跟大家大概说一下 一个逻辑吧 就是它像一个你开超市一样 你每天的水电和电费是固定的 但你每天的卖的东西的收益 其实有很多因素 第一个是你卖的数量 就是你挖的比特币的数量 第二个是你的 你卖的东西的价格 也就是说币价 这两个相关性比较大 所以说当你每天的一个小卖部 你的一个卖的东西的收入 如果你低于每天的一个运营成本 你是不是就会把电关着 同理你在crypto的世界里面 那比特币的机器就开不起来 所以说如果你用目前的数据去估算 它的关机比价大概在三万左右 三万刀左右 但是这一块目前这个数据可能会有 稍微有点偏低 因为刚刚前一日子哈萨克斯坦 它不是停了大概全网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算力 所以你把这部分因素 到时候把它回升上去 其实全网算力比现在去测的 这个即时的一个静态的一个算力 其实更高一点 其实它的一个关机成本 我觉得如果毛固的话 可能在真实的应该在三万四到三万五左右 这么一个水平 然后我们再去看机构的一个持商成本 就如果大家感兴趣 可以去看一下那个MicroStrategy 就是它是那个机构买币买的最多的一个金鱼 然后你去看它的年报的话 它大概现在手上累计买了 截止到去年年底 它可能这个季度又增持了 这新年它又增持了一些 但可以忽略不计 我们就看大数 它可能累计增持了大概十二 它有十二万枚 现在总共 然后它的一个总体的一个购买成本 大概在三十五亿美金 所以说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持商成本 也是在三万美金左右 平均的 就是如果跌破了这个价格 那它其实是亏钱 然后你再看MicroStrategy 因为它的模式很拼盈 就是它是一个从你应用到正常人来说 这个就觉得这个人疯了 这个人在做个什么事情呢 他在举债去买币 就他发行各种bund 然后去那种长期的借款 他就去干一个事情买比特币 然后你看他账上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负债 大概有24亿美金 如果你除以它目前的一个手上持有的 21万美比特币的话 相当于如果币价击破了2万美金的话 那么它就要liquidate 就是它整个 它的公司就支不抵债了 所以说我觉得它整体 它的一个持商的情况 暂体的代表了 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整体这个市场的 装价的一个平均的一个成本 就是你一旦低迫了 跌到这个价位 然后其实大家的一个购买意愿会很强的 所以说这两个角度是我看 我觉得最多 这个如果是一个假如说我预测的不对 是吧 我看错了方向 然后到一个熊市 它最多能跌到一个什么水平 我感觉大概在3万到3万5之间 对2万有点过于极端了 然后 我还想分享的一点是 就有几个建议 就是就我经常在看 国外有 就是有 大家如果关注到的话 知道有一个叫bankless到 就是作为 到处的很好的一个海外的一个媒体 它有点类似于像币圈的 wallstreet journal 然后它每一周有一个weekly roundup 就是大概讲一讲 每周这个圈子里面 正在发生一些什么事情 然后比如说某某什么 某某那个 define又项目又出来了 然后某某公司融资 然后圈外一些政客 或者一些民流 对这个东西的观点 就就还蛮有意思 你会发现 当你看这个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每周 这个圈子里面 其实发生的事情挺多的 就是你 之前我们所担心的很多问题 其实有大量的创业者 有大量的VC机构 大家都在跑步入场 去做这样的事情和服务 然后 列举几个例子吧 就比如说 最近他们 他有一个 有个公司在做那个 联金服务 就是大概就是你在 你可以用你每个月的养老金 然后去订投比特币 他直接从你的公司卡里面扣 然后换成Crypto 帮你去保存 他就是减少了很多 对这方面 基础知识不太了解的一些受众 然后还有就是 很多家钱包的一个 钱包的那个商 钱包商以及 很多家软件服务商 他开始做 比特币的信用卡 其实币安也有这个卡 如果大家 可以去了解一下 我这个还蛮好用的 就是大概就是说 你可以去用 用这个卡去对外进行消费 然后你还款用Crypto去还 然后你还有8%的返现 就就其实这个东西就 就真的吊打很多 我类的信用卡 其实 而且某种意义上的说 如果你花销不太大的话 其实你完全解决了 你很多你出境的困扰 就是其实我们担心的很多 这个东西是不是要被 政府封杀 然后这个是不是出不了 其实有大量的机构 他们都在去 大量的创业公司 都在去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圈子 它是一个净扭入的状态 对吧 大家都是觉得 它是一个很新生态的东西 Emerging markets 因为是Emerging markets 所以它才有波动 我就从来没有听说过钢铁行业的波动 对吧 包括银行业有波动 它其实是一个很动态的一个事情 然后再就是 其实我跟大家一样 我现在在这个点位 其实我有点恐慌 但是我们尽量不要在恐慌时候做决策 因为基于我原来的经验 我感觉越是在FORMO和恐慌时候做的决策 最后一定结果不太好 我去年 因为我之前挖矿赚了钱 然后我去年在 在奇尔矿基最高涨的时候 我入场 然后赔了连裤子都没有 我当时就觉得 哇这个东西我再不买 我就赶不上了 是吧 那个硬盘的价格一天 一天踩个百分之十到二十 真的 然后就毁死了 然后还有什么 今年本来我很看好 那个Doodle那个NFT那个项目的 我买了好几个 然后我有一段时间 不是币圈 就Token那个FT的流逝 然后NFT就整个很萎靡 然后包括猴子 最低都快跌到30多了 然后当时我就买那个Doodle 我说怎么这么难 我就割掉了几个 然后一割 然后就起飞了 然后种种的经验告诉我 我是一个对时机各方面 就是对所谓的做趋势 然后买卖之间 就比如说先空上一下 然后等那时 我是特别不擅长搞这一类的人 就我太了解我自己了 我每次太急于做的决定 最后都是错的 然后我非常慌 我做的决定 我都也是错的 所以我每次每到这种 就擅长买的放进去不动 我就擅长买的那个东西 比如说到一个很大的行情 或者是对 就是当一个极度疯狂或极度 极度恐慌的时候 我就一般不做决定 我先把它关机 关一段时间 然后我过两天以后 等我冷静了下来 我就慢慢再去客观的去看这个事情 然后我再去做决定 对我是这样的一个性格 然后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 其实大家可以看 就是这一段比特币往下跌的时候 其实有些token是表现的比大半好 这个其实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然后一般来说 其实这一类的token 我觉得我建议大家重点关注一下 如果之后 如果是一波反转的行情 那么大概率这一系列的代币 它会长得比大半更猛 然后我最近也在研究一些token 就是去看 也是在看机会吧 就如果确认了那个反转的趋势成立 我也会去把我一部分仓位换成 这么一类的代币 然后再就是 其实大家现在 其实就像我刚才说 如果你看空 你尽量不要在这个很恐慌的时候卖吧 你等到时候市场平稳你再买 如果你看多 其实你现在就慢慢的 其实已经进入一个定投的区间了 可以开始定投起来了 然后可以跟我一起亏钱 然后我觉得2020年其实是一个很动荡的 整体如果无论是后续是一直往下跌还是往上涨 但它肯定是一个比较波动比较大的一年 但是我觉得从整体一个crypto的一个趋势来看 其实有 我还是个人会觉得越来越多的主权国家 以及金融机构 它会去配置比特币 然后之后去接着去配置以太坊 然后今年年中以太坊的merge不是也要发生了吗 然后从POW转向POS也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看有没有一些机会 我的分享大概就这么多 好嘞 Andy分享的非常的棒 他我理解下来主要就是从内上来看这个crypto的行业 他也举了很多这个外部传统金融入这个B的一些情况 总之内声外声其实都有 虽然他强调内声 但是我听起来可能会都有 那我们下一位 廖总 您分享一下您的这个感官 因为廖总他是这个在传统行业接触这个弊端的公司会比较多 可能他的一些观点会非常的不一样 请廖总来话筒交给你 好的好的 谢谢 非常荣幸受到邀请 因为我其实也是这个叫圈外人士 也是这个叫毕生小白 所以我希望分享三点我的看法吧 第一个是我的利益 前段的概括一下 然后第二是我怎么看待这个叫比特币或者是币圈这件事情 怎么从一个圈外人变得这个有一些信仰 然后如何看待这个事情 第三点就是我如何看待这个叫所谓它的市场未来的走向吧 第一个就是说我的经历是我之前提到了 其实是我有个钱包里面有一点钱 不是你们说的有几十个比特币 其实我里面只有1000美金左右 然后是2020年底吧 然后我当时就是买了这个叫AVG 当时叫Lend 就是然后后面我买了之后就一直HODL 然后然后后面才知道它其实是DeFi的龙头 所以说就因为那一个然后赚了赚了一些钱 然后年初的时候因为Clubhouse 2月份然后宝人也说闭着眼睛买狗币 然后我就跟着冲了就买了狗币 然后之后也买了10币 4月份4月底的时候 因为Clubhouse当时接触了 Wanch的一些人吧 叫Alan Wall Street Bait 可能有些人听说过 就是说在欧美还有在深圳上海其实都有不少的会员 然后当时所有人都买了猴子 然后我当时就用0.43个以太买了个猴子 其实当时我刚才那时候是0.15 然后睡了一觉起来发现担了三倍 然后但是所有人都有猴子 然后我说让我必须得有一个 但当时买不是为了盈利 就是觉得有趣所有人都有 我为什么不能有 然后就0.43就买了一个 然后一直拿到了8月份 当时忘了然后当时就50 卖了56个以太吧 然后就8月份的时候就卖出去了 然后之后的话就是年底吧 年底的时候当时是这个Constitution道 当时也是也是在这个叫Tenny Graham上面看到信息 然后觉得觉得人民是有希望的 然后我当时就随便买了买了一点people 就买在应该是应该是最低点吧 就0.001就一厘前的时候买了买了买了一些people 他说都是真的 对大家注意他说都是真的 不是假的 听起来听起来感觉像是假的 对东西的确实觉得是假的 就是就是感觉像 像Defi赶上了 然后动物 然后MemoB赶上了 Doji还有Shiba 然后猴子赶上了 然后还有people 对 然后就是说 当然后面投了很多这个叫买了很多NFT 然后就亏了不少 就是觉得所有的NFT都是猴子 后面发现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 可能我的经验告诉我 就是说你需要去参与吧 就是我感觉比起来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就是参与来赚钱 就是当你参与进去了 什么东西都参与进去了 然后然后你hold了一段时间 就是你不能够当flipper flipper太难赚钱了 就是说你你参与了 然后你慢慢再去了解他去消化 然后对他有了一些信仰 有了一些一些认知 然后然后然后之后的话 可能更容易hold的更长的时间 就是我的感觉就是说 他的你的盈利其实是非线性的 一年你可能看了很多的机会 但其实真正让你赚钱的也就那么几个点 像我前几天看到一个叫 好像是币圈女博士在推特上面说 他说今年年初的这一波NFT行情 很明显他可能是抓住了 他说比去年一年赚的钱都多 其实这一点很好理解 就是你你你无非就是抓住了几个 几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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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机会 他不是一个不是一个线性的一个一个东西 对这是我的一个我一个经历 然后第二点就是说我如何从一个圈外人是 花了更多的时间 我本质是做碳台上的咨询的 但是现在花了更多更多的时间 到去观点这一块 因为我确实是看到它的价值 就以前可能很多人说是泡沫之类的 但是我现在发现 他其实给了很多普通人一个 一个接触资本市场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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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 他其实是扁平化的这么一件事情 以前的话你可能必须要去玩金融圈的 然后然后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一个一个要懂很多东西才能够去开育开育交易 但是其实过去两年之后过去两年来说的话 就是币圈给了很多的普通人来来来来接触金融市场 然后在这个当中通过开育通过做一些小的研究 然后来来来来赚钱的一个机会 我觉得这是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他其实是比较公平的 给很多人不管你的职业 不管你的这个叫人人的这个叫皮肤或者是种族 比如说像买猴子买很多 其实所有人都可以来采训 他给了一个他匿名系 就是他不管你是谁 这个时候你就有一个费二块 第三点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提的一个kinesia 就是说extra to earn对吧 就是说play to earn not to earn 通过学习通过采育通过玩 然后来来获得收入 然后我来看我过去的经历的话 其实就是这样子的 我没有我错过了ganify这块 但是就是很多其实都是通过采育 然后采育到这里面来 然后随着这个市场的发展 然后你从中受益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后面像现在的这个智能合约 然后现在的这个DAO这些的出现 就是新的他给了一个这个世界 一个新的一种工作的可能 和一种资源分配的可能 所以我在看到他从最初的 大家只能够投机BTC 然后后面出现以太坊 到现在有更多的供电 然后更多的比如说Matic 还有很多很多的新的玩法 包括NFT这些东西的出现 gameify 然后我感觉就是说这个生态 它其实是它从一个纯粹的一个投机市场 变成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 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 就是说由于这个区块链这个 这个基础设施的搭建 然后慢慢的 我感觉它会在未来会发展的越来越好 因为有更多的玩法了 有更多的生态了 所以说这个我看待这个东西 就是说从以前就是 啊 这可能是个泡沫 然后现在更加坚定的觉得 这个是一个值得长期参与的一件事情 关于这个市场牛熊 因为我其实不是做三到六个月的 短期的东西 而且因为成本很低 所以说我本来就抱着一个心态 就是OK 我就算全部亏光了 也就也就是那一千块钱 我倒回来的钱 我其实在这个 并没有太在意它短期的波动 就比如说从4万跌到 什么叫什么叫熊呢 你从4万跌到可能1万美金以下 可能才是真正的事 就是我跌到一文不值 但是刚才其实有 我们有嘉宾已经分享过了 从面上的数据 从它本身的成本来分析 其实你跌到三万两万多 可能就有很多人会跑步进场了 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本身 它是有内在的一个价格支持的 就是说光说BTC的话 然后所以我感觉这个东西 如果你是长期在采访这个东西 而且你的投资比较分赛化 其实刘雄这个东西可能是可以采访的 而且刘雄也不仅仅是BTC 但我看来BTC它有点有历史价值 或者是一个储人的价值 但是其实你看现在以太榜 还有其他更多的新的应用出来之后 供链还有NFT市场 其实它已经脱离了当初投机BTC 这个单个点的一个玩法了 现在有很多的真的新的应用 所以说我觉得也要看多元化的 来投资自己的portfolio 我不懂技术分析 所以说我就只是单看了一下 我想可能有两点比较有趣的 就是大家看了一下 这个整个BTC和以太榜市值才1YE 包括不到1YE现在估值 但是如果你看传统的资本市场 光是一个苹果公司就三点几YE了 所以说这个市场现在大吗 我个人觉得这个市场其实并不是很大 就是未来的发展 还是处于非常早期的一个阶段 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说 Tony这个叫纯粹的投机 Flipper来赚钱的之后 其实BTC还有所有的以太榜 它其实币圈的币 它是存在消耗的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NFT 对吧 或者是KMB反应 其实你是它存在一个转化的 你会把你的币锁定在一些 你的游戏里面 锁定在你的NFT里面 锁定在 其实这些就是消费软 也有供给也有消费 其实它慢慢的有一种对辟的消耗来锁仓 然后还有包括像这个叫Crypto.com 还有BN他们发的这些卡 像在欧美特别是在欧洲 像我用的是Crypto.com的卡 真的很好用 就是说它其实那里也有锁仓的机制 就是说你得必须得把一些币锁在里面 所以我感觉它存在了一个 一个很分态里面的一个消费段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挺有趣的 而且就是说更多的这个叫币和传统世界 特别是在欧美 国内我不知道你怎么用信用卡直接刷它 你可能也先出金 但是在欧美的话 你直接用一张币卡了 你就是加密人卡 就是很多很多的加密人 用他的币进入了这个叫消费市场 就是你可以直接刷卡 然后就可以日常消费 或买任何东西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 非常有趣的一个链接 所谓虚拟币和真实世界的一个途径 而这个其实只是刚刚开始 就是我觉得加密人会 越来越多的参与到 就是来参与到实体经济的消费当中 总的来讲过来下来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可能要多元化的投资 然后呃然后我非常非常看好这个市场在中长期的发展吧 短期的话我确实确实不知道他会怎么做 对 大概就这样可能最后 最后最后补一句吧 就是说作为新人哈 当然可能有些很多人在这里已经是已经是资深的 就是作为新人的话啊可能就是三点我看到的就是说你 要发展后的就是可能要持有时间长一些啊 然后另外你的成本一定要做到低 像我发现我只有成本很低的时候可以厚度很久 但是如果你成本高了 你就经常想着我要不要flip啊 我要不要卖啊 要不要止损啊 啊然后上杠杆的话 绝对是死得快的 就是这个很多经验都告诉我们上杠杆 绝对是可以玩 但是你得非常的资深啊 然后另外的话 我当时卖了一些people的币 我就把它存成了以太坊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指引的方式 后面发现其实真正的指引 你不是只在以太坊 你还要把它变成稳定币 就就所有的币都是可能跌的 就你把它换成稳定币的话 才是真正的锁出了你的一部分利润 然后在遇到大跌的时候 你才有机会 呃或者是看到好的机会的时候 你才有才有资本在在去找货 对 OK 这就是我想分享的所有的点 谢谢 OK 感谢 感谢 感谢廖总 廖总这个 我听到就俩字 心态 他非常低的成本 盈利的非常多 心态是特别特别重要 那么我们为了来 也再次感谢廖总 我们为了节约时间 那个珍珠阿败 来 卡莫 好好好 我就特别感谢那个 就是安哥的邀请啊 就是说前面我也听了 仔细听了 就是前面三个老师在这 在这说啊 我觉得收获还蛮大的 那个我我今天分享的话 就是呃因为咱们这个呃 这个应该是叫什么 妈妈叫那个master master道 咱们这个好像也是 呃除了那种传统 呃就是比如说做这个呃 虚拟币啊 有很多就是做NFT嘛 对吧 因为我对币的话 我不是特别了解啊 就是说呃 确实这个每个人都的这个叫什么 专长不是特别一样 然后所以说也也不 确实不看的看的看不太懂 然后呢 但是所以说我就主要是想聊一下这个NFT嘛 就是我就是在做这个方面的话 就是怎么一个观点 因为我们群里面我看了一下 也有不少人有头像对吧 就是就是在做这个 所以说我就分享这一块 呃我的 我觉得首先那一点哈 就是呃 我觉得就是就像做比特币 也做这个以太坊一样 就是它虚拟币啊 它是一种资产 那个NFT也是一种资产 那对资产的这种持有哈 就是说如果说想要有那种特别好的收益的话 很多时候不是说呃 比如说短中短期行情 会怎么样啊 怎么个变化等等 我觉得很多时候确实是像嗯 很就是那些过去比特币也好 狗币也好 那种什么那种失败 失败也好啊 就是说他在某一个时期或很长时间的 他抱有一种信仰的 就是就像近乎一种信仰的这种观念 去做这件事情 这种这种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如果说就万一自己投身于一个方向 或者是一个一个领域呢 万一说这个领域他是错的对吧 那可能坚持 没准坚持不了特别久的时间对吧 那有了信仰之后呢 就是说你能够说能够耐心去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一个领域里面 那么时间久的话 一旦你的这个方向是对的话 比如说你认为 NFT是方向 或者是你认为DOT是方向 或者是你随便你认为某一个某一个点 比如说我认为GameFi是方向 随便你认为某一个点是方向 然后呢 你始终就深根那一个领域 就是说我就信这个 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长久来看呢 就是能够迎面的概率会更大 这是我的一个 一个就当然是总结那些过去那些BTC大佬 或者是ETH大佬 就是包括一些就是其他的 就是我觉得币权赚钱最多的这些人吧 我觉得他们统一的特点 所以说这里面我的一个认识的话 就是一个NFT 我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 我就是类似于我就信这个 我信这个的话 我就觉得我无论他是经历什么样熊市 我也会一直在里面摸爬滚拐打 只要是我能够维持我正常的一个生活 我就会做这个 关注这个 了解这个 那他一旦就是轮到的 就是说到他的这个爆发期的时候 我相信这个收获也是比较多的 这是我的一个第一个观点 就第零个观点 就是整体的一个 一个对NFT的一个认识看法 然后呢 我今天分享的话 我就分享三点吧 就是说具体到这个里面 我的一些过去一年的一个总结吧 然后这三点的话 就第一个是关于买的 就是说 如果说做一个就 NFT的一个交易的人 或者是说一个收藏的人 那么买是我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当然这是我一个经验 我的话是偏中长期的一个持有 所以说也不一定适合 就是说大家好 就是大家也要看自己的一个 一个就是操作风格 这是第一个点 就关于买 第二个点的话 就关于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我会考虑卖 这两点的话 我觉得可能从交易角度来说 从很现实的角度来说 其实就是一买一卖 对吧 这两个 第三个点 就是说我会聊 就是哪些情况是需要注意的 我觉得最需要注意的点是什么 那是第三个点 那我就先说这个 一二三 我就先说第一个点 第一个点的话 就是首先呢 我买一个图片也好 或者是买一个 NFT资产也好 或者怎么着 可能就是我刚开始了解的时候 可能我会看一下这个 本身他已经有了成交 等等情况 我会练到他的推特 练到他的这个官网 去看一下这个 他的这个 就是第一感觉 这种感觉的话 其实在NFT里面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你第一观感 你会你会有一种 咦 这个好像从来没见过 或者是说 咦 这个挺有意思 或者是说 咦 这个 看起来 就是那个有叫什么 Sims Rare 对吧 就看起来很稀有 对吧 类似于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的话呢 让你在 就是按下这个 B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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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 你会 你会有一种 就是我看得上这个东西 就是说 这个东西 我不是说 完全是说 这个东西 它就 看这个图形能涨 看这个交易能涨 我就去买它 这个 这个不一定 就是我会很在意 就是能选择自己 能看得上的东西 这有啥好处呢 就是说 我买一个NFT 首先 我觉得NFT 从我理解来说 就是可能像图片 如果是图片的话 我可能认为 它是像房产这样的一种 低流动性资产 比如说你买个房子 你可能会去 会去做 会去住 对吧 那么你去住这个房子的话 你肯定得考虑 我一种 就是说 这个房子 我看就是个老破小 或者什么各种各样的 我完全不想住 然后我也完全 到最后 如果说 真的是砸你手上了 你也卖也卖不掉 你住也住不了 这是我的心态 就像我买一张图一样 我完全不是因为 我看上它 我买了之后 它放在我的钱包里面 我看到之后 如果说它长得还好 你觉得 可能不行 完也就出掉了 但如果说 它是那种归零的状态的话 在你钱包里面 你会看起来 特别不舒服 这是我的一种感觉 所以说 我在买东西的时候 我只会买自己 看得上 愿意拿得久的东西 包括同一个项目 比如说 同一个项目里面 有一些稀有的 有阶级的 还有一种是 像地板的这种 从交易的角度来说 就可能是 比如说你拿一个地板 什么的 这种比较简单方面 地板涨 就跟着涨 就是低买高卖 这个可以 但有的时候 我可能会稍微去选择一下 就是说 看这个东西 同样是这一个品类 我觉得这个更好看一点 我会去多花一点点钱 去买这个东西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我多花一点点钱 我买了之后 这个东西 因为我比较喜欢 所以说 我在卖的时候 我会很犹豫 这样子的话 实际上如果说 它是对的项目的话 它会让你 让你的收益 其实反而起到了 更好的一个促进的效果 就比如说 有的人可能买个猴子 什么的 他就觉得 他很喜欢这个东西 所以说 他在卖的时候 很舍不得 对吧 他可能就会存在说 十个以太的时候 他可能想卖 但是呢 又觉得不舍得 稍微犹豫了一下 就没卖 过了一段时间 就到40了 对吧 甚至在一看 这个好像风向不对 好像还能火 然后再拿一下 因为很喜欢 才能拿得久 这样 这是 就是说 因为你买的喜欢 所以说 你才拿得长久 这条链路 才是通的 所以说 这是我选这个标题 我最在意的一点 另外的话 关于一些更细一点的 可能比如说 我喜欢 这种第一性的 这种创新 就是说 我一看这个东西 我真的觉得耳目一新 或者是我以前没见过 我可能会更喜欢一点 另外还有就是说 他有没有潜在的 预期发酵的空间 对吧 他能不能带动 一种类型的 这种标的起来 对吧 同时呢 他可能是 就像股票一样 他有一定的 这种带动作用 就是说 有一点 就像是主体思想一样 就是他自己就是个主人 他带动市场 引领市场 很强势 就是把那些弱的都给扶起来 而他一出现 很多访盘就出现了 那么像这种东西 我会比较喜欢一点 这是聊的第一点 就是说 我怎么看 就买的 第二点呢 就是说 我怎么去看卖的 就是说 因为 因为NFT的资产 就是像 就是如果说你 就是哪天你的价 你的信仰塌了 那给人的感觉 就是我这个图片 我就觉得他值10块钱 或者 我就10块 10块人民币 就是说 就这种感觉 就完全觉得 它是一种累赘 甚至会怀疑自己 就是 怎么会买这样的垃圾 对吧 所以说这种 在你就是 挑中自己喜欢之后呢 你要是卖的话 因为我们 有的人特别爱 做短线嘛 就是说 如果操作特别溜的话呢 可能 还是还是不错的 当然这个 要看每个人的手艺了 就可能要花不少时间 但如果说对普通 普通的就参与者 包括我也是啊 就是说 我可能会一般来说 对我来说 我从去 我从去年 到现在 就是一年多一点点 我其实啊 我之前前面 有个推特 当时 有一个链接 链进去 你的钱包之后啊 就是说 看你 Wakehand 过多少个项目 对吧 那其实 有很多人 就比如说 你像这个 Panxi 对吧 他虽然是一个 IFT 大神一样的人物 但是 他也就是 你像什么 Wakehand 很多项目 对吧 这猴子如果 他不Wakehand 现在 现在身家 更可观 对吧 我呢 是做到一个 虽然我可能 也不多 对吧 这些标的也不多 但是呢 我确实没有 Wakehand 就是说 要不呢 比如说 我买个东西 一个以太坊 对吧 那么如果说 我要卖的话 万一 我真的觉得 它不行了 我也不喜欢了 就十千九六 我也不喜欢了 那我可能 我会挂 1个以太坊 挂在那儿 如果说不成交 我也就不管它了 如果说成交的话 就是 就回本 相当于 就是 一个是他本来的 再加上手续费 再加上 那个 就是 版权费 对吧 是加在一块 这是我 一直的处理的办法 就是我 一定不会亏钱 卖东西 同时呢 我就是说 要不呢 就是在我手上 我等着吧 我就 我就一直等着 这是我的 一直 一贯 这个操作出路 但我觉得 这个东西 在NFT上面 很好用 因为它跟B不太一样 B的话 它的流动性 很充裕 就是说 我一块钱买进去 它跌了20% 我割肉止损 那这个操作 是行云流水的 但是NFT的话 你一个买进去 对吧 你要马上想出来 先腰斩 对吧 先亏50% 那这个时候 我就觉得 没啥可亏的 那要不就 再等等 对吧 那万一 起来一个 相当于把之前的 那些大多数 归零的 都能给带起来 这是我的经验 同时 就是比如说 卖东西的时候 我也不会考虑 就是说 我马上 我卖东西的话 我会尽量挑一个 就是比如说 我觉得这种 特征的最低价 大概在这附近 我可能稍微加一点 或者附近 要挂一个 可能我会预期 在两天 一两天 两三天左右的时间 能够 别人能够 看上你这个东西 来把你这个单子 给吃掉 我一般的操作 经验是这样的 我从来不会说 就是就像那个操作 那个叫什么 票或者是什么币一样 就是直接挂一个 那个往下砸的 这个卖单什么的 马上出来 因为这样子 对不符合你 自己持有人的这个力 所以说 我那个卖的 一个基本原则 就是不费钱买东西 要不就归零 要不呢 就你得给我 给我一定的收益 同时呢 就是说 当然这个也是 在买的过程中 就是说你的成本 还是要低的 就是说 比如说你 你可能 可能比如说 对我来说 一两个仪态 就是重仓了 对吧 但是呢 我投这一两个仪态 我肯定的 想法是很大的 这是 但是呢 我如果说丢了 我绝对不会抱怨 我也不会抱怨 就是说 真的归零 就是归零 那我是愿意 我投出去的这一部分 我就是愿意归零的这部分 这是我 这是我的 一观之一个思路 目前看起来 还是还可以用 然后这是第二点 前面讲了一个买 第二 再讲了一个卖 然后呢 再讲第三点啊 第三点的话 我是有一个呢 就是说 我一直认为的 就是说 那个交易的盈利 就是你能够在里面玩的转的一个基本的东西 是来源于这个预期差 就是说 这个预期差呢 就是说 别人认为这个不行 你认为它行 结果呢 证明你对了 别人错了 这个这里面这个预期就出来了 就是说别人认为它不行的时候 会有很多人 他去砸一分钱 两分钱都愿意卖 你觉得它行的时候呢 是因为你看到了 呃 更严 你看到更多了之后啊 你发现它有 它的这个 呃 说的那个点叫有稀牛逼之处 对吧 你你可能 你觉得我我这小头一点 他就 比如说十倍一百倍的这种空间 你去这样做 就是在那种时候的话 我觉得呃 前后的这种 这种预期 后来大家发现 诶 好像是那么回事了 然后慢慢买 然后然后就就引起了一阵风梦 那个时候可能就是 当然可能你也可以选择出啊 就是说像这种时候 这两个预期差之间形成利润 这是我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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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路啊 那那同时呢 我觉得注意的点 就是第三点 我还没说 第三点注意点 就是不在风梦的情况下买东西啊 大热必死 就是我 我一直也是这么操作的 就是比如说呃 别人看 比如说我记得以前的那个Lot啊 那个Lot我是没有参与过 然后当时我看它长得非常多 然后呃 也挺心动的 然后嗯 对吧 挺羡慕对吧 但是呢 我是一直眼睁睁看着它长 眼睁睁看着它跌 那当时 当时你也不知道 它的它的这个方向的时候 它你看 眼看着它天天涨 那其实很容易觉得 嗯 想想要想要搞一个 这个东西自己不太理解 是因为自己认知不高 然后我也买一个 对吧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未来的方向 当然这这种东西都可以 都可以去说 然后呢 一旦是这样子去去那种说服自己了 去去在风目的情况下买东西了 那那那这个东西确实就是后果还是还是会就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买损失比较大的 所以说我呃 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可能大家都得注意吧 就是不在风目的时候买东西 我基本上买东西都会在一个呃慢慢买能买一天能能买两天能买一个星期啊 就是说我今天买跟明天买明天买跟过一个星期买价格也都差不多 或者是对吧 甚至我可以等这个gas费低了之后 我再慢慢买对吧 类似于这种情况下去买东西 卖的话你就等着那个那个所谓的就是那个叫呃 叫叫machine gun 就是就跟机关枪扫射一样 这个这个东西对吧 一秒钟就是你看那些订单都是一分钟一分钟成交的 那个确实那个当然那个时候买也很容易亏钱 那个时候还是蛮适合卖的 这是这是我的一个经验吧 也就那我今天分享的就是关于NFT这块的 也是也是我是呃在在路上想的哈 就是第一个就是我对他的认知认知就是信仰 对吧 然后怎么然后我是怎么买我怎么卖 以及我觉得注意啥 感谢我们 这就我补充的原因 我看有些人走啊这个真主阿伯他是这样他是应该是几十个缝客几分钱建仓啊很多朋克 他是马斯克 还有一太石头 他可能听他说话比较快 但是他说的都是特别准的都特别准的那走的你不知道为什么走 财富密码这可是 这样那个每一个这个嘉宾我们有个提问机会因为Domenico有另外一个事情 我们最后要最后再说他吧 那这样问每问安迪老板问题的在这个就在同学会的聊天里面打个一我们随意挑选一个每一个嘉宾一个问题 比如说每一个嘉宾去问一个问题有没有问安迪老板的打个一我们会挑一个 需要想细节 比如说还有那些地方没有缺少了 我一个人 是好这个问题 没有问的 那我们先说 还有哪些需求 下一个有没有问 料老板 他的问题的 打个一 都没有哈 好那有没有问真主娃掰 要问他问题 打个一 第二步则是在 或还是这个 是应该有一个 那 因为先因为之前如果是第一个创始 我们那就问两个问题了 好吧 那这一梯和张老板 那每一个都问 一个问题吧 因为前面 这一梯你先问好吗 好的 好的 我想问一下那个阿白老板 就是 一般来说你只有安迪的三个的这个周期 会有多久呢 这个框 好的 就是这个问题是吧 那我就说完 就是一般来说就是 因为我的理念其实跟你非常类似 就是 就包括刚才安迪说的这个Doodles Doodles 我就是我是拿了非常久 基本上从他命刻的第一周 我就拿到现在 就是因为 第一个我是对他还是比较有信仰 第二就是就是我自己特别喜欢 就是好有有两次我的想法都 都就是没有没有舍得点下去 呃但是呢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呃很多 因为手里也有很多清零的嘛 就是这些 确实我也隐藏了不少 但是就是你的一些就是 你认为的这个 就是一个生命周期大概是什么样的 就是从一个周期上我怎么判断 他是未来穿越牛熊 还是他可能短期就没了 就大概是这样一个 就是这个问题的目的是这个这个意思啊 OKOK我了解你的问题 就是首先回答你就是一个这个数据问题啊 就是说我持有的时间会多长 那呃 根据当然这个平均算下来 如果这样给一个数据的话 我觉得可能在三个月到半年 三个月到半年 可能就是比如说 我有的可能会比如说 持了对吧 持了这个一年了 我从来没卖过 没考虑卖 或者短期我五年没有考虑卖 这是一种情况 那这样算下来 再加上我有的呢 可能会持有一两个月 或者是就按照市场 比如说他真的是收益蛮高的 我可能也也没那么喜欢 或者是类似于 我当时买的时候 初中就是还想要对吧 搏一搏类似于这种形态的话 我可能会出掉 可能也是比如说 或者市场机会特别好 那可能是两个月到 两三个月 然后平均下来的话 估计也得有个三个月到半年的 这样的一个周期 不会特别短 就比如说像过两天 或者是过个五天一个星期 然后就出掉 接着跑下一个项目 然后接着搞 你很可能你这个项目 好五倍或者是两倍 买了对吧 然后你到下一个项目的时候 你再进过去 一下困进去了 要不你就蛇一半出来 要不你就对吧 要不你就慢慢等 你又等得很没有耐心对吧 类似于这种情况出现 那可能你就 你就说我的 我就从概率角度来说 就跟有一种事有点类似 就是说你去不停的all in 不停的all in 不停的all in 然后你总有一次 就让你全蛇 然后你就玩完 然后就没得玩了 然后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这就是为什么Flipper 他赚钱会比较难 因为这是有概率在里面的 因为你经常赢 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你只要输一下 那后果很严重的对吧 那特别是NFT就这样 它的流动性很低 你你舍一下你就舍一半最起码 所以说周期还是要长的啊 大概我的平均周期大概是三个月到半年 大概是这样 然后再回答你就是更深 更就是你想要就是跟这个问题衍生出来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你觉得一个项目的一个生命周期有多长 当然这个还是取决于这个项目本身 就有的项目他他是他会有就是一种沉寂期 这种沉寂期的话呢 就是说他他多长时间都可以 他可以是一年可以是两年 因为他该他登场的时候没到 类似于这种他他有个种子在那 但是呢他就埋在那 但是呢他你他有一直有一个希望的点在那 但那个点呢又没有戳破 你你一直有一个希望的点在那 包括就是他本质上是有这个点在那的 所以说你没有办法去去判断就是我我现在出掉啊 或者说我该等多久 因为等多久都有可能 因为你就像以前的项目有很多项目 他呃历史项目对吧 那个时候他们发这些项目也不是为了想要赚钱 那时候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等等 就是淹没在这个历史的这个是洪流当中了相当于啊 那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说你你你你其实没有办法判断 但是呢现在的这种项目啊就开始逐渐的就是 因为最近的行情也还还行对吧 然后就像雨后春笋吧 大家都出来蹦打 像这种的话呃如果说你是一个flipper项目 就是你真的想在这里面短期搞 比如说搞个一两个星期出来是吧 或者类似于这种的话 那么他的这个周期呢 我觉得是是什么样的 就是说最好不要碰这样的这样的东西 我给举个例子啊 就比如说像那个猴子啊 对吧猴子他是ape对吧 他是一个他自身就是嗯 从这个社区化这种起来之后 带起来的就是自己独树一帜的一个 算是一直过去半年到一年 一直主流的一个一个很大的一个项目对吧 他的这种社区也好 他的这种就他本身就是包括 他现在走出来明星对他认可呀等等 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呢 他呃他本身就很标杆 那这个时候我记得我当时买过那个 像那个骷髅 就是根据那个猴子弄出来的骷髅头啊 然后这个项目 那那这个项目的话 当时看起来也挺好看也还行 当时呢也就是火锅啊 类似于走个一波走个两波都都都走 包括还有一个像像素一样的那种小猴子 然后那种猴子我也买过 因为还也还是比较好看 然后也是这种猴子 那么你从本质上考虑的话 那种根据猴子的骷髅 以及这种像素的小猴子 就是本质上来说 他都是这个呃就是无聊猿猴的一个访谈 这是他的本质啊 就你你你即便不承认他的本质是这样 那本质是这样子的话 那这种项目呢 他当时可以比如说从几分钱 一直到0.6个以太坊 或者是大概这附近吧 甚至成交交头非常活跃 那那这种情况下 那这个项目呢 其实大家只是把它当做一个标的在交易 就是说大家也都知道他是访的 然后呢但是呢 但是他这个比较便宜 我也想搞搞猴子对吧 类似于这种 那么我就就做 然后市场就把它给转起来了 那转起来之后呢 项目方呢 当时也也顺水推出做一些事 然后呢就好像这个东西真转起来了 但是到后面 你你像那个那个骷髅猴子 跟那个像素猴子对吧 走到今天他就没啥起测 可能地板就0.4或者是0.2 他也不再起来 当然未必未来不会起来 就是说我暂时就看不到他这种起来的可能性啊 就是说他他当时的话 他就是他的初衷 他就是想要访 那这种项目的话 基本上你在那种稍微火的时候没出掉的话 后面就比较被动 可能会 当然可能你几 如果几分钱买的话 现在初衷也还是能赚钱 但是跟之前的话不可同日而语了 这是这是由他性质来决定的 我所以我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持仓周期的话 你要看你的比如说呃就像就像谈恋爱一样吧 我我更理解的就比如但我没没什么经验啊 就是说你可能对方就是一个对吧 如果是对方就是个渣男对吧 你可能你你也知道是这么回事 然后呢那你可能跟他的时间 可能也就也就对吧 几个月或者怎么着 你就你这么想的他也这么想的 对吧那你们一拍一拍即合 那如果说你你看到这个东西 你就觉得哎呦 这个就是完全是我的feel 或者是类似这种是是我的那种感觉 然后然后你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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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定 就像信仰一样 或者是他就是最初的最好的最什么的 你要这么想的话那就是那你就可以很久就是吃 永远是有对吧 甚至甚至怎么样传代什么 这你都可以想对吧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食堂周期 要根据你最开始的初衷去去去确定 对OK应该你我应该就就这个 好的好的好的 谢谢谢谢老板 大概是这意思啊 主持人缺席了 那我我我想问一下珍珠i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想知道当时那个石头的那个项目也是怎么发现的 然后整个操作的流程是怎样 回顾这种过程 就是就是一个SOP是吧 我是这样子的 那个猴子 那个石头啊 首先呢 当然这个话回回回头再说 因为我本身算命来说 我是土命 我是土命啊 就是说有一直都是这样 就是每次算命的时候都跟我说土命 所以说我是觉得这个这个土啊 石头啊 砖头啊 这东西跟我是是比较比较那种有有感觉的 这当然这个是话外语 然后 嗯 但是我的 我最开始的时候 当时是 是啥呢 是有一个 有一个人总结一个推特上面有 有个人总结 他说 呃这些是历史项目 对吧 然后历史项目呢 里面呢他就他有一个坐标 就是一张图对吧 就是上来一张图 剩下全靠编 对吧 就是编起来了 编完之后呢 我看到下面有个评论 他说 那个东西也是历史项目 好 因为我看他不在那个图里面 所以说他说那个东西 那很可能那个东西呢 就是说他不在这里面 那很可能就是说他未来会在这里面 所以说 我当时是有一点那个直觉敏感度的 就是我 我我会考虑点进去看看 这到底是个啥玩意儿 对吧 然后我就我就点进去了 我点到那个推特里面 然后呢我一看是那个是个石头 是吧 然后他官网做的 他官网做的有点 非常是那种 old school 就是非常老式的老派的那种感觉 就是他那个他那个官网看起来 就是那种 就是带一点简洁 就是像我给我的感觉 好像是那种乔布斯设计的iPhone4 的那种感觉 就是既就是既古典又现代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我当时一看这个官网的 这种风格 我我就我就喜欢上了 然后呢 完了之后 我又看了一下那个那个石头 那个石头呢 就是我石头本身啊 那个图他也不是特别丑啊 反正还行 就是有变石头去过石头 对吧 然后完之后呢 我就看 我就看了一下这个 这个就 因为当时我也想了 想了一些其他的东西 就是想这个 他有没有隐身的隐身的东西 就比如说石头 金砖 砖头 然后这种东西来处置 然后如果说石头都很贵 那么那么是不是NFT就很好 类似于这种 就他就有一种比较在里面 就比如说你是一个非常非常牛 然后各种什么游戏很炫酷等等 各种各样就强大阵营的团队 估值十个亿 或者类似于这种 他是应该的 但是呢 石头这个就是他就越荒诞 越越感觉就是不可思议啊 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呢 他才有这个新闻跟这个话题性 就是说我 我我感觉这个东西很很 就是说这个东西都这么这么这么 就是还有这种事儿就是别人 别人如果知道的话 他可能会有这种感觉 所以说我当时隐含的有 有这种隐身的含义在里面做话 然后当时我就 我就我就我就 我就考虑买对吧 然后当时我 我我在我那个电脑在床在床边嘛 我就我就我就说 我就跟我老婆说 我说我准备买个石头 然后呢 他什么他说啥石头 我说我说我说就长这样 然后呢就是说 然后我说这个东西 因为当时大概是1.2个以太坊吧 然后我当时1.2个以太坊的话 我算了一下 当时应该值个2万多块钱吧 大概是这样的 我想了一下就是一个以太坊左右 我是愿意接受归零的 就两个以太坊以下 我是愿意接受归零的 我有这个我有这个觉悟 然后呢我就跟我老婆说了 我说我说我准备花2万多块钱 买块石头 然后他说你买呗 我就我就买了 买了之后的话 我就想我竟然冒这么大风险 买个这么个东西 然后我就我就挂100倍 我就直接挂了100倍放在哪 然后过了两星期 然后就别人把我的蛋吃了 应该是120一太坊出掉 然后后来他一下午他可能就涨到了三四百就能就能成交了 当然这个东西我也不后悔啊 就是说我就我就我就当我不知道 然后就就这个心态 然后嗯 当然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我当时卖了之后卖了之后也有一点点失落啊 就是说稍微有点失落 因为我还想我还就是我卖了之后就没了嘛对吧 然后后来我就补偿了一下 后来不是有个什么像素石头吗 当然也是是那个石头的那个那个更早一点的那个 呃是那个石头更早的一个版本 好像是他的草稿版本啊 像素石头后来有个叫We like rocks 那个那个那个东西 然后我当时呃我我我参与了一下 因为我120个以太出来的话 我怕20个以太买了买了一个那个像素石头 就放在那我也我也没管了 但是就有一种补偿感吧 我就觉得反正我也有石头了 就就这样了 剩下的我就反正就就就就弄一弄了 就大概是这样 大概的一个过程 如果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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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其他的细节的我也可以说啊 有病有病有病 太厉害了 我的问题完了 嗯 哎哎 那个这个关于这个石头 我稍微我其实可以补充个小故事 呃 嗯 就是他其实在欧美这边 他是有个典故的 就为什么他要做这个 iFT的石头 就是他这个石头 其实现实中 他是有一个呃 非常牛逼的一个营销案例 我忘了呃 我之前呃 之前也是在哪里看到的 就是呃 忘了是80年代还是90年代了 当时就是在美国 他有一个营销大师 他就是把这个每一块石头包装成一个所谓是你最好的宠物 为什么是你最好的宠物呢 就是说这个石头呢 又不会掉 也也不会呃 也不用去喂他 也不用也也不会拉屎撒尿 也不用去溜 你就是呃 把它放在家里 他就安安静静的陪着你 所以他是人类最好的宠物 然后就是当时他做了一个这样非常荒诞的一个营销呃 就是这个呃 而且当时这个呃 这个这个市场上就是有很多人认同他这个他这个理念 他一年他是十几十几道美金卖一块石头 一年卖了呃两三百万美金吧 然后当时就在美国这个营销历史上就是成为一个就是既荒谬又又经典的一个案例 其实他某种意义上就是有点这个NFT的雏形了 所以就是呃 当时这个我看到这个NFT石头这个案例 我也我也一时间想到的这个这个故事 他其实在背后对于欧本人来说 还是有一点这样的一个点故在里面的啊 对这个这个其实后看的话也是这个运气成分非常大 就是说但是我觉得但我觉得就是你就像我像我这样 就是抱着这个归零的心态买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复制的啊 嗯 OKOK感谢阿白老哥 然后其他的小伙伴还有没有问题来去提问其他的嘉宾呢 其实其实我倒想追问第一个那个嘉宾老师 那个你想想想就会就真想就特别去 你把问题那个在群里发一下吧 然后帮你转过去 他回答完之后发 他确实有事先下了 好 好 OK 还有没有恰恰伙伴要提问嘉宾问题 第三个嘉宾第三个嘉宾 还在不看看啊 喂喂喂 哎哎哎来说大老好 哈喽哈喽 好像我们的可以吗 喂喂 哎 哎哎 对 就是 我就是想知道 就比如说有些项目我们fomo情况下不能追 但是 你像猴子 如果那时候 一个一个以太坊的时候 也很fomo 那个时候我们如果追资人的项目 可能 也fomo 也能 也能是算是对的一种选择 在当时 那到底 什么情况下 对fomo 也会带来一些好的 这种收益呢 我想问一下 我觉得这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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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宾应该是可以 可以给他一些答案吧 什么 就是他说他说啥 说 就是你看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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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项目的话 我们是 怎样才能发现它的价值 就是 他这个价值 就是说 你的意思就是说 怎么发现一个项目的价值 是吧 对 对 我这么想 就比如说 有的项目 我们可能就fomo很热 很热度 热度很高 然后我们一下追进去 就被套牢了 但如果有的项目 对 他也是热度很高 但是也能赚钱 就比如说之前的猴子 他一直有热度 然后分我们进去 我们从历史拉开 所以对 从现在看历史 就从之前的每一次fomo 我们可能都都是赚钱 都能赚钱 对对对 就是这个问题还蛮好的 蛮好的 就是我是这么看到 就是 首先 fomo的情况下买东西 跟不fomo的情况下买东西 我永远选择不fomo的情况下买东西 这是这是我的一个选择 当然你要说fomo的情况下 怎么去区分就是能成的跟不能成 对吧 那我的看法是 就是说一个这里面有有你的 就是你对这个项目价值的这个未来的发酵的预期 这个我觉得这点是最关键的 就是就是比如说 比如说像猴子这种猴子这种 当然我我是从头到尾没参与 因为这是我的交易规则 就是这是我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我有我有自己的规则 就是太贵的东西 我就是不会买 无论你再好 我就是不会买 我我我你长了一千 你跟我没关系 这是这是我的一个认识 那那像猴子那种东西 可能别人在fomo的时候 他是看到了其中的价值 啥价值呢 可能就是那种时尚跟潮流的价值 他抓到这个点 但这种但这种价值 包括他社区的价值 所以这种这种东西的话 我觉得必须得参与很多 在市场经营很久 那可能才能去做一个全方面的一个判断 那这就涉及到如何评估一个项目的是否有价值 我觉得啊 从我我喜欢看啥呢 就是首先我比较喜欢看那个呃 所谓的这种创始人啊 包括包括团队啊是吧 他到底的初心是什么 这这点非常重要 就有的项目他的初心 他就是想要来骗钱啊 他就是诈骗犯 那他他如果这样子 他你能感觉到这种初心的话 我觉得他就不可能说在fomo的情况下也能赚钱啊 这种这种概率是非常低的 所以说你要看你就 所以说你怎么看出来这个这个人 他到底他他心思到底想要装好心思 还坏心思呢 你就看他的这种他的这种分配方式 他呃从我的经验来说啊 就是宣传的越久 然后就像就是那种遮着眼着的天天在那大喇叭喊的那种 特别是团队喊 而不是社区喊 这这两个差距很很大 就是说呃社区喊 就比如说我因为是这个社区的呃持有人 我喊他或者是所谓的传销他等等 我觉得这些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一个一个状态 因为我很认可这个东西对吧 我社区以我社区的名义 但是以项目方的名义的话 去做这件事情动机不可能存的 就是说他大概率是带着镰刀来来做项目的 所以说你你你你就很容易 你封没到这种项目的话 就很可能就被他们搞了 这个所以说我一般遇到这种情况 我都会很很很很规避这种这种东西了 就是说你看他的这个 包括你也可以看他的呃各种分配方式吧 就是说他他到底比如说是是创始人项目方在那搞 天天宣传天天搞啊还是说他社区的人在那喊 还是说跟包括他的这种代币的分配方式啊 比如说有的代币他是他比如说他们自己操控了很多呀等等 这个这个这个有很多技术细节在里面 这个需要需要需要是就是叫什么经验积累吧 才你才能做一个判断 所以说我我我的想法就是这样 就是你要看这个项目方的本身是怎么样的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判断点吧 所以但总而言之我是不建议封目的情况下买东西啊 因为我是从来不做这件事情 所以说所以说可能不知道群里面 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有有有这种经验哈 我也想听听怎么同样同事丰盟 为什么你赚钱我赔钱对吧 就是还要还是要看对 还是要看他这个这种发酵的点在哪 就是就是想他未来可能在哪 这个东西你可能想到可能想不到 就是你可能想到就相当于 比如说杰伦的这个东西对吧 那我其实我也是从头到尾没参与 我我看他赚钱我觉得也也挺好的 就是说因为可能有的人赚钱 他是看看懂的 或者是被动赚钱也也挺好 只要是主要是大家能赚钱都都可以 就是就是你就是他的这种 呃比如说杰伦的这个东西马后炮一想的话 可能他就带动了一种一种这种粉丝 跟这个这个这个明星之间的一种互动的关系啊 利益的关系啊 他他有很大的这个发酵的这个空间在这 那我当时我是不理解 所以我也没参与 当然可能可能那个图 我我也不是特别喜欢 所以对吧 就是抱着批判的心态看就就不对啊 掉回头看这样 我来补充一点吧 就是说我觉得嗯 猴子但我当时猴子卖其实是个意外 就是我当时因为在准备我的答辩的事情 然后就忘了delist 所以说最后卖了之后 其实很伤心 那几天都非常的难过 然后但是我又没有再去补偿 比如说为了事 我当时在买一个抓个地板盒 20个鱼菜 发现很开心了 嗯 我的感觉就是说 其实还是 我看我身边有好多 有好多个猴子的人 就上一次我们见面啊 就在欧洲这边 然后我感觉大家其实都是还是在定期 比如说每周去看一下它的基本面有没有变 还是在看这个在定期在追踪这个项目在做什么 像猴子这个项目我觉得其实是很 它你不需要FOMO进去都可以买 它横盘时间很长 它零点几的时候横盘 横盘时间很长 一点几的时候也横盘时间很长 它的价格走得非常的稳 趋势走得特别特别好 所以说我感觉你在二二或三以下 你如果要是真的关注到这个项目的话 随时都有机会去买 它不是像杰伦雄这种一下子10倍 或一下子20倍40倍你根本就买不进去 其实它的整个这个生态是 所以说在对于很多人能够买进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吧 然后另外就是说它基本面 可能跟你买股票一样 你觉得这个团队一直在做事 它一直在这个社区越来越好 那你就像持有一个很好的股票 像特斯拉或者是苹果 你为什么要卖呢 如果基本面没有变 然后比如说我最近看到的那个叫Fluff 那个兔子3D的 我之前挂了个2.5 然后我很快就把它delist了 因为我去了解这个项目之后 我发现太牛逼了 他们太牛逼了 他们一直在做事情 而且他们持续不断地在创新 在富人 像猴子团队很明显 就是属于这种的典型 那么你这种情况下 除非它基本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但是你看它越来越多的明星在加入 其实你也很难也很难会去卖的 在我看到 好谢谢各位到楼接的 谢谢谢谢 好的感谢感谢阿白 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呢 今天分享也差不多两个小时了 然后如果没有的话 就是各位也都挺辛苦的 就让这两个小时 要有收获好吧 OK OK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 感谢各位那个时间 好吧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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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看 好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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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